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每年的4月30号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国际不打小孩日也叫不打屁股日 无巴掌日 但他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说法 也就是国际反体罚日 这个日子最早是由一个美国反体罚民间组织于1998年发起 体罚是针对儿童最常见的暴力 而且往往是来自孩子最信任的人 当你是孩子的时候 你希望父母怎么对你 当年曾经挨揍的小孩 是否又成为了揍小孩的家长呢 很多人都以为只是打几下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伤害 但其实伤害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严重 根据央视网的消息调查数据显示 受到家庭暴力的孩子有不良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孩子 其中25.7%的孩子表现出自卑 22.1%的孩子表现出冷酷 56.5%的孩子表现出暴躁 大孩子不会收获够的结果 打出一个小霸王或者打出一个胆小鬼 对待孩子请多一点宽容与耐心 多一些赞扬与引导 没有一种爱需要暴力来表达 童年得到的爱都是他们长大以后的光 所以请把这条转发出去 如果你是家长 今天别打小孩 如果你是孩子 转给你的家长